曾经国内的一档相亲节目上 来了一位身价上亿的跑车店老板 但是上台的时候隐瞒自己的身份 对着大家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北京郊区的一名修车工 现在已经是有了自己的一家店铺 店里还有几名员工 虽然干修车这一行是脏点累点 但是只要是勤勤恳恳工作 一个月也有小几万的收入 现在的事业也是比较稳定了 就想考虑一下终身大事 来到这里就是想要一名合适的女生一起生活 我喜欢彼此忠诚的感情 所以在找女朋友这件事情上 对于女孩的态度会非常的在意 要求也会比较高一点 这位小伙子的外貌可谓是相当帅气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自我介绍话音刚落 就由女嘉宾相继灭灯 主持人对于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好奇 直接问道女嘉宾为什么灭灯 一位女嘉宾说道 男嘉宾的长相什么都是无可挑剔 但我就是不喜欢男嘉宾的态度 现在只是一个在北京郊区的修车工 虽说每个月都有几万块钱的收入 但是修车每天都非常脏兮兮的 这样的工作在我看来 根本是拿不上台面的 我的男朋友要是这样的 我都不好意思跟姐妹们介绍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选择了灭灯 对于女嘉宾的说辞 男嘉宾并没有反对 反而说道 我觉得女嘉宾说的很有道理 我的工作每天确实比较辛苦 也比较脏 今天到台上来的这身衣服都是租的 就连衣服后面的吊牌都是没有去掉 穿上这身衣服 不管干啥都得非常小心的 毕竟节目结束之后 还要还回去 这样的话一说完 畅生的灯牌就又熄灭了几盏 一位女嘉宾发问了 男嘉宾 你刚才说一个月工资几万 按理说 这样的工资也是不低的 去西装店买一套几千元的西装 应该是处处有余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来这里的衣服还是租的 对于这个问题 男嘉宾也解释道 我们干修车这一行的 平时穿的衣服都是比较休闲的 可以穿上西装的机会少之又少 所以感觉没有必要在这上面花钱 也就这次上台这一会儿 要是再买一套西装也太不值当了 对于男嘉宾这样的看法 也是议论纷纷 有女嘉宾说道 看来在生活中 男嘉宾也是比较节俭的 但是也有人发话了 男嘉宾 你这根本就不是节俭 通俗一点说就是抠门 一个月几万元的工资 连花钱买套几千元的西装都舍不得 甚至就连上相亲节目的衣服 都是租的 你这样抠门的性格 之后有女朋友 也是不会心疼女朋友 舍不得在女朋友身上花一分钱 和你在一起 一定得要省吃俭用 男嘉宾反驳道 我想我并不是抠门 只是觉得这一件西装而已 对我来说又不是什么必须品 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话 肯定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再说了 虽然现在几万元的工资 但都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 对自己的金钱 一定要有个规划吧 这时厂商一位女嘉宾接话 男嘉宾 说你抠你别不服气 你一个月的工资 兴许只是我们偶尔买个奢侈品的钱 再说北京的消费也不低 你这样的工资还想要做什么规划 男嘉宾说道 虽然现在挣的钱不多 但是我一直在非常努力变得更好 现在不乱花钱 也是想要等到有女朋友之后 可以攒够足够的钱 给对方买车买房 难道这样有规划的生活不好吗 非要把赚到的钱全部花光吗 而且还是没有用处的地方 男嘉宾的这一番言论 也是让这位女嘉宾哑口无言 紧接着另一个女嘉宾发问 你刚才说 等你有女朋友的时候买房买车 你的意思是 现在还没房没车 只有一个修车的店铺 那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还是在租的房子里吗 还有上班的时候怎么来回 男嘉宾说道 我现在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 至于房子的话 我现在是和爸妈住在一起 近期是没有想要买房子的打算 当然我还是最希望之后 我的老婆可以和我一起住在家里 和我一起照顾我的父母 这话一出 厂商的灯牌又开始大幅度灭掉 一位女嘉宾说 男嘉宾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难道你不知道 现在的婆媳问题是最为严峻的吗 和老人一起居住 也会引发这一系列的问题 再说了 住在一起已经很难相处 还要负担起照顾一家的责任 想必没有哪个女孩 想要一结婚就去伺候人的吧 还有就是你现在连车都没有 和女朋友出去约会的时候 难道还要骑自行车 来这个节目找女朋友的 最起码的标配 不应该是宝马奔驰吗 像你这样开空头支票 找女朋友的应该是不多见了 你现在没有女朋友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此 男嘉宾也不甘示弱的回怼 女嘉宾 你既然想要豪宅又想要豪车 你的工作是什么 说来听听 你值得这样对待吗 紧接着说道 其实这次来到节目上 我的心动女生并不是在这个台上 而是之前在后台看见的一个女导演 见到她的第一眼 就觉得她是我喜欢的类型 还有我的真实身份并不是修车工 而是一个开跑车店的老板 对修理和改装都比较有研究 现在我的生意已经在很多城市都有连锁店 刚才女嘉宾说的奔驰宝马 我们是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 平时都是不屑开的 你要是喜欢 我可以送你一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花重金 找回厂子 现在我只想对那个女导演表白 最终男嘉宾和女导演两人牵手成功 这样的结局谁也没想到啊 刚才嘲笑男嘉宾的人也是尴尬了 不过后悔也是晚了 看来在批评别人之前 也一定要清楚自己在什么位置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